臭渣男你别跑 小爷我不渣只爱美女 还有时间 爸叔叔哎居然一起来了 进来吧 好久不见又长高老啊 爸是谁啊 他是爸爸 让你的儿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我请他过来 帮他们管理一下公司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谁说你没事啊 从今天开始 你到公司来实习 易烊负责带你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那就是这样 我还没同意呢 我已经顾着密书 把你的卡关掉了 哎爸 我去 这不行吗 林哥 你的数据统计完美 再写了 林哥 上班墨鱼 罚款500 什么 你真的太磕了吧 心里以后也太用了吧 上班墨鱼 年轻人 就是欠管教 一会人事来说 算了 反正扣的也是我败的钱 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讲的是我们 公司进行来的情况 林哥 你来汇报向公司本季度的营收数据 我来吧 易总 我们公司怎么会有这种蛀虫啊 对啊 是不是靠关系才留在公司的呀 林哥 易总让你去看办公室一趟 这是什么 这是法国西斯利七夕礼盒 易总怎么不送给女朋友啊 想要讨好我 想让我在我爸面前替你说好话 我没有女朋友 这就当时你好好工作的你 新来的 把这些资料都给我整理一下 这么多啊 可是我这一个季度的数据 还没整理完呢 不整理也行呀 那就等着被辞退呗 你们想什么 易总 这新来的偷懒不干活 我帮你管家管家 明天是他把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扔给我 我的人 还轮不到你管家 这些你拿回去自己做 林哥 做完了来我麦克什归吧